今天跌破,那我明天就應該要出場 如果說你之前有進場的話 你又發現跌破之後隔天要出場 結果隔天你正準備要賣的時候 開盤就漲100點 然後你就會開始再想說 我到底要不要走 因為其實昨天跌破來講的話 它的整個的價位大概是相差 那大概只有幾十點而已 有點像是說 當時的成本價位大概是在7230點 然後昨天跌到是7200點 差那個30點 然後你說你要不要給自己一定點彈性跟空間 那是看個人的意思 有些人他認為說破一點就是一點 破一點我就要走 那有些人認為是說我可以給自己觀察一天或兩天 這個模型他不會給各位定出這麼嚴苛 說你一定得這麼幹 那簡單來講你就算是說 今天跌破了你又走 隔天來講你再進去那都是很正常的 那也是一種合理的操作的方式 然後再來就開始 後面東西請各位還是要不斷的提醒自己 你不知道後來發生什麼事情 台股後來的整個盤勢怎麼走 其實你不知道 你要先假設這樣子的狀況 而且這不是假設 這是本來就應該是這個樣子 然後你這邊 再重新站回到所謂的 馬其諾防線之上 的時候你又再重新進場之後 你的原則還是一樣 只要股價不破紅線你就不走 然後就繼續繼續繼續 好了我們今天就開始了 後面就是一樣的道理 後面就是一直到現在 就等於是說你上一次的進場點 可能是在什麼時候 可能是在七月初的七千三百點附近 因為在那個時候 他在跌破馬其諾防線之後 又再翻上去 你在七千三百點的時候 你進去了 你進去了之後 然後到現在 你是不是因為知道 接下來會漲到八千四百點 你有一千點以上的多頭的獲利空間 所以說你選擇在七千三百點的時候進去 我不是 跟各位講 劍拔拉不是這樣子 劍拔拉的想法很簡單 既然外資沒有跑 沒有跑 而且他就轉個頭之後 喘口氣把身上的灰拍一拍 他又喝了再上 那你喝了再上 我就跟著你上 跟著你上來講的話 在這邊七千三百點進去 然後現在到八千四百點 這樣子的東西 一 他不在我的意料之內 我不做這種預期 第二 這筆錢該賺不賺 他給你機會你不賺 那是您個人的抉擇 那這是一個小東瓜的一個運用的方式 那在這裡面來講 有兩個備註的部分 我想跟各位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第一個 很多人看完這整個的圖形的時候 因為包括之前在Excel的講座裡面來講 我也跟很多來參加的大探門講過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他們就會問我一個問題 就是說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看現在有八千四百點 那當初在五月初的那一段 就是 就是我 就是現在的這一段 我稍微把它框起來 各位從螢幕上面可以看起來 就是 咖啡色的這一段 就是這個圈圈 他們會講是說 那你在這個地方 你幹嘛走 因為現在已經有八千四百點 你看 你這邊出場的時候 多花一次交易成本 而且你是出場 是在可能是七千點 七千一百點左右 結果你後來進場的價位 是在所謂的七千三百點 你這邊幹嘛出場 幹嘛浪費 就是你增加五位的交易成本 但是劍巴拉必須跟各位講 真的 會跟劍巴拉討論這樣子的問題 那還是因為他沒有辦法忘記一件事情 他已經在這個節骨眼 讓自己相信說 我知道接下來有八千四百點 如果我知道接下來有八千四百點的話 我們現在講說 如果你知道 你這邊會不會賣 如果我知道我也不會賣 問題是你怎麼知道 我們今天討論的這個模型 是以一個客觀的標準 來做一個切入點 我們並不假設說 你對於未來的行情的掌握度 或是對未來的多空的研判 可以非常的精準 當然很精準的人很多我知道 但是這個方式是 特別提供給那些 願意接受客觀資訊的人 所以說 當你不知道接下來 會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當然在該出場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出場 然後你在該進場的時候 你就進場 而所謂該出場跟該進場 你自己很清楚的知道 你是根據什麼樣子的標準 進 什麼樣子的標準 出 現在你也知道 你未來你也會知道 因為你的標準就是這個東西 對各位而言 所以說 請不要再以所謂的 現在八千四 一千點八點八點八七 這句話其實你們自己 在反覆的咀嚼之後 就會知道 自己好像在不經意的過程中 也把自己當作說 我早就知道後面會那個樣子 這是第一點 請各位網友 大家們要多注意到 第二個 就是說 那如果是說 今天我不是在這樣子的一個 起點進去的時候 那我在中途 我什麼時候要進去 我中途什麼要進去 因為我沒有在可能是在最 剛開始的四千多 或是五千多點 我在那時候我沒有進去的話 那我是不是代表說 我這次都不要做 那也倒是未必 因為各位可以看說 在這整個過程中 我相信各位網友也知道 任何一個多頭的波段 它不是從第一天 開始一路漲漲 到最後一天 它一定是漲漲跌跌 漲漲跌跌 那之所以這個多頭 能夠延續的意義 就代表是說 它就算在拉回修正的過程中 它也不會真正跌破而殘 它真的不會做一個完完全全方向的一個移轉 所以說來講的話 當它從七千點 所以說你現在很多人會跟我講說 那如果是這樣子來講的話 我今天在前面任何一個點買 我應該都是不錯的點 因為你就算在當初 可能各位從螢幕上的游標看到 你就算在去年的六月 你在所謂的六千八百點 將近七千點點那個時候買 你擺到現在 你只要敢擺 擺到現在 其實你還是賺錢的 但是話不是這樣講 話不是這樣講 而是說 當今天你運用這個方式 耳後要進場的 的一個timing點是什麼 就是當它已經押回到一個 接近成本的這個區間的時候 如果你願意的話 其實你應該是在接近成本的時候 你可以開始進場買 你可以開始進場買 你說接近多少買 接近一趴還是接近兩趴 那其實是見仁見智的 基本上來講就是 當接近的時候買 但是你買的時候 你是不是因為認為未來一定會上漲 不是喔 請各位要搞清楚 你不是認為未來一定會上漲 才會在那個時候去買 而是認為是說 如果這一次的波段是來真的 這一次的多頭行情是來真的 它壓回之後 它一定會再往上走 那你今天進場之後 你的停損價 這個時候就開始考慮了 你的停損價位是什麼 就是紅色這條線 今天你買了之後 結果停損 對你來講的話 那就代表是說 這個行情可能跟你想像的不一樣 所以說當它每一次的壓回 接近成本線的時候 各位都不妨可以考慮說 你在這個階段做一個買進的動作 但是買進的動作是不是代表是說 未來就一定會真的漲上去 那也未必 因為就像這一次 在這一次來講的話 你可能是在 它是在五月二十五號的時候 它還沒有跌破 那時候大概是七千三百三十點左右 你在五月二十五號的時候 你進去買 結果買了之後隔天跌破 變成是七千 那時候可能是七千兩百三十幾點 你要不要走 我會跟你講你走吧 你走吧 你不要認為是說還是那句話 你不要認為是說未來行情還不錯 越跌越買是比較好的 那基本上那是因為各位 有對未來做的樂觀的假設 才會做出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你又要運用這種方式來講 就是當它接近這個時候 接近還沒跌破的時候 你就可以先去做一個買進的動作 那跌破之後呢 請你還是要走 所以說來講這一條紅線 我們回到前面的圖來講 這條紅線我們稱之為馬其諾防線 然後在馬其諾 各位從那個 這個model裡面你們可以看到 有一個是藍色的區塊 是紅色的區塊 然後這邊來講 會加一個3% 這是因為這十多年來的 金巴拉的個人經驗值 然後這個個人經驗值來講的話 其實是就是代表 成本跟馬其諾防線之間 大概會有3%的差距 然後外資有 投信也有 自營商也有 包括融資來講也會有 然後每一個人的趴數不一樣 然後這個3趴對各位來講 其實就是一個參考的一個依據 簡單來講 今天跟各位分佈的 並不是說今天要教各位講說 我們怎麼樣從外資講了哪句話 或是外資做了什麼動作 或者是說外資寫了什麼報告 我們就來研判說 他是講真的還是講假的 他是看多還是看空 基本上金巴拉會以最原始的方式就是 我不管你是說的還是做的還是寫的 你到底有沒有真的進去買 你進去買了之後 是不是整個股價都一直在你的成本之上 所以說你才會一直不斷的看多 在這樣子的一個客觀的 這條紅線的標準之下 我會做這樣子多空的一個操作的標準 所以說到目前為止 會不會因為禮拜五的時候 台股突然一下子跌成這樣子 所以說就立刻就做出一個翻空的一個結論 如果就小冬瓜的模型來講的話 並沒有 希望各位有空的話 你們願意的話 這個雖然已經上傳過N次了 但是我在這個訊息 這個聚財線上播出的時候 我會把這個東西再PO出來給各位再去下載 然後各位再繼續把它去應用 然後有興趣再去做事後的討論跟分享 今天就先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這個外資的馬其諾方線 就是外資的成本線 提供大家一個比較明確客觀的依據 那可能投資朋友就比較不會被受到一時的驚嚇 那剛才我這邊可能有些投資朋友 要自己做這個東西的話 可能有個疑問要請教王大哥 就是說我們該從什麼時候計算它的成本 像您的資料是09年的3月11號開始嗎 我想如果說我們要去討論這個部分來講 那我們可能要再錄五集 但是現在來講 我相信對各位而言 想要知道這個小冬瓜的這個部分來講 我想之前有在PO文裡面 我有應該也有稍微的說明一下 就是為什麼要從那個時間點開始 為什麼從那個時間點開始 那至於是說現在來講 各位不妨您先當作說 這是一個可以用來參考台股多工方向的一個依據 那現在來講的話 您所需要做的動作就是 如果你願意接受它的話 你就先開始把所謂的台股的每天的交易資料 你先把它輸入進去之後 然後你就繼續看著它這樣子的方式去演進 這樣就可以 那至於是說你說這一開始的部分來講的話 如果各位不嫌棄的話 你先去爬一下文 跟這個小冬瓜有關的部分來講 有些稍微解釋一下 包含融資、外資 或者是投信跟自營商 他們的選擇點是不一樣的 但是他們出發的邏輯是一樣的 只是選擇的時間點不一樣 怎麼選 然後未來的話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 健保賴會常常跟各位分享一個觀念 如果說各位現在不是八十歲 如果現在你只是二十幾、三十幾、甚至四十幾 那就代表未來你還有數十年的時間 會面對類似這樣子的狀況 那你先去體會這樣子的方式 到底能不能夠適用於你的操作 你能不能夠接受這樣子 不帶有主觀意識 而是以所有的客觀數據來做一個演判 如果可以的話 你會對後續的一些不管它一開始是怎麼建立的 或是那個三%是怎麼跳出來的 甚至是說它的所謂的原始的收盤價 跟調整過的收盤價那個百分比 為什麼要那樣子的調 你會對那個東西才會產生興趣 當你覺得那個是有興趣的 而且是真的可以幫助你去運用的時候 我相信對後續剛剛所提到那些問題 你的吸收跟你的了解就會更加的踏實 是 那我們王大哥的文章 值得大家呢 反覆的去一些 來做一些搜索 然後反覆的來做研究 那我們今天呢 非常謝謝王大哥 來跟大家一起來追蹤外資的成本 我們謝謝王大哥 謝謝 謝謝各位收看 你好 我是吉華康 這是我的新書 關鍵價位 AvenueDu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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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enueDuga